5100機芯有大量交替市 如果你看過5100機芯的樣子 蠻醜惡的5100機芯 卻是很多軍標的愛好者 非常喜歡的一個機芯 配了5100機芯的鮮特別有收藏價值 為什麼突然拿回156來講一下 大家也看到我在Revolution雜誌購物網買了一隻鮮155 兩個10打 也不是用5100機芯 如果用5100機芯的話 我想我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買到 這隻鮮156是43mm 也是軍用的手錶 也是用了5100機芯 它有24小時顯示的 在上面就看到上下咒 都是一隻在2000年代也是經典 很多玩錶的人在 十幾年前的香港的時候 玩這些整天都看到二手 有一個鋁圈 都很容易磨花 其實鮮的質素 如我所說 如果看質素就真的不太好 如果你看到這些鮮有些TDAR 有些不是TDAR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我買到TDAR的時候 已經沒有TDAR 當年這些手錶的銷售 銷售不太好 現在才有軍標運動標的熱潮 可能TDAR已經放了很久 也都放在小廠 所以沒有說這個期就用哪個TDAR 可能呢 賣完了 還有TDAR就趁錶 甚至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我的銷售 銷售定是黃色 銷售定是綠色 白色 比白色更恐怖的就是綠針 即更新 其實那時候的其數 不是很像努力試 是很像是正常 亂來 我都說我見過買銷售的時候 我要這條銷售定是即時刷 這完全是 超越了我們的某一些想法 所以如果有機會你看到 銷售定是黃色的 銷售定是綠色的 不需要覺得奇怪 很多銷售定都是這樣的 EES M1 很多都是這樣 如果完全適合了 價值又 就好很多 大家看到了 它是用四顆螺絲 去固定標學 有點像那些舊款的斑 最尾期的 156 就這樣螺絲轉入 即是螺絲改 我覺得這些用四顆螺絲 就有它的特色 多謝大家